你現在是18歲 對,所以今年只有Gap Year 1年 去打職業 OK,那Human Bomb呢? 不要說你的年齡了 不要說,不要說 我小時候和我哥哥 以前是流行去機舖的 我小時候就帶我去機舖 打格鬥遊戲為主 然後我就移民了 其實移民了去澳洲 但是剛好我家附近 都有個機舖 我們放學就經常去 每天都會去 當時是不跟家人說的 很明顯 之後就開始參加地區的比賽 好,今天很高興 在職場師兄環節裡 我們請到兩位電競高手 來訪問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電競的職業 是怎樣的情況 先介紹在我左邊 這位,Kikuma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Kikuma 然後就是Human邦 Hello,大家好,我是Human邦 我知道你們剛打完比賽 在日本回來 是,剛回來幾天 或者先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對呀,你們其實是 什麼時候開始 對於電競 有興趣 打機電競有興趣 其實我是小學四年級 開始玩上一代 街八五 然後一直打打打打打 覺得有點天分 一直練習的時候 玩不經不過七、八年 到現在六代 就開始進入S-Block 做職業選手 但你現在是18歲 對呀,所以今年 特地夾21年去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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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移民了去澳洲 但剛好我家附近也有個機舖 我們放學就經常去 每天都會去 不同的家庭 之後就開始參加地區的比賽 我記得1995年打拳王是第一次贏的比賽 在澳洲 他還未出生 1995年打拳王是1995年 之後就開始參加國際賽 代表澳洲 有一次就去EVO EVO就是我們格鬥遊戲 每年一道最出名的比賽 拿到第五名 之後就有其他公司贊助我 就開始做職業 我記得是2012 你們現在兩位主要是職業 其實有什麼驅使你以這個作為 打機 除了業餘去自己娛樂之外 去選擇這件事 作為電競選手在你的職業呢 我覺得這也是個人興趣 因為都很喜歡玩格鬥遊戲 因為格鬥遊戲 我們要訓練模式 要很多練習 很喜歡研究一些特別的對策 去對策不同角色 所以越玩越覺得 玩得不錯 可以試一下出去比賽 所以才會轉戰職業 OK OK Human Bomb嗎 我剛才有說 我真的從小打到大 當時90年代是最熱的格鬥遊戲 現在打到現在 我由街8二打到街8六 真的從小到大的興趣 之前有沒有做過不同的事 除了轉職業選手之前 因為我是更小 都是做學生 一邊學生 一邊讀書一邊練習一邊玩 打機 會不會對你學一下電腦 有多一點興趣 也真的有 因為我自己覺得 遊戲寫得很好 所以我才會 或是一些畫質 怎樣做得好一點 怎樣可以完善一點 所以現在都是想讀工程系 那也不錯 打機當中 都激發到你對於 一些遊戲設計 甚至乎是編程 那些電腦 怎樣可以把遊戲做得好一點 又有關聯的關係 Human Bomb 有沒有做過其他事 因為我當時那個年代 打機 還不是電競 那時候中間 在澳洲的時候 都有做過工作 做什麼行業 叫HR HR 但比較特別是 關於醫院醫生 那很不同 對 不關電競打機 不關電競 那時候一放工 但一放工也是做回打機 打幾個小時才睡覺 如果你們看 其實在不同的遊戲上 當然你們說 比較多出賽是打格鬥的 有些遊戲就是純娛樂 即是可能放鬆 不用怎樣用腦 有些甚至會白白癡癡 感覺上好像很無聊的東西 但原來是放鬆的 有些就要很緊張 什麼遊戲才叫做好玩呢 好玩就不一定是代表 用來比賽是適合的 對嗎 有些什麼不同 純粹是娛樂的遊戲 和用來比賽的遊戲 有些什麼 你們覺得不同 我自己 就只是有玩 九成時間以上 都是有玩競技遊戲 有分贏輸的遊戲 當然有些很多 可能是劇情遊戲 或者其他遊戲 沒有所謂贏輸 但我一向很享受 就是贏輸 所以我會玩 多數的競技 無論是格鬥遊戲 或者是槍遊戲 我都覺得有贏輸 要研究輸贏 才有意思 但單人遊戲 我覺得有時候玩是放鬆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執著 沒有那麼多牽掛 沒有說 會不會打得不好 或者是要研究很多東西 我記得有時候 有些朋友 玩那些Console機 有時候是說 好像看劇情 看電影 中間過場的時候 有些崗位真的很棒 中間有些片段 有些故事的內容 反而就是喜歡 有些動作的 有些輸贏的 就是享受那部份多一點 那Human Bomb呢? 其實我是喜歡玩你說的 但可能這幾年玩得少了 我以前玩那些 叫做角色扮演 或者動作系的遊戲 我都有玩的 那些沒有競技 那些不是分輸贏 可能只是打電腦 打破一隻大佬 就叫做爆機 以前是玩多一點 現在偏向玩少一點 噢 現在時間有限 都是訓練 去比賽 現在通常都是打街霸多 但我也是同樣 我不玩街霸多 也是玩另一隻遊戲 都是競技 偏向競技型的遊戲 但是 你選了一個遊戲 用來做比賽 做選手出賽 要訓練 但是 其實你打不同的比賽 遊戲 其實有不同的技能 是 你將它分為 其實打遊戲 有什麼 可以確實一點 告訴大家 有什麼技能 才叫做打得好 或者打什麼遊戲 會訓練到什麼 特別的技能 我覺得如果是格鬥遊戲來說 因為我自己熟格鬥遊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放棄 因為很多人 你知道格鬥遊戲 我們稱為很入門的東西 打招 如果新手 或者剛開始玩 你連打招 可能沒有一頭半個月 兩個月 甚至半年 是不可能打得很純熟 最基本出招已經有困難 所以如果很多人 在這個位置放棄了 就不可能更加打更加好 所以如果你這邊沒有放棄到 其實一直進修 其實很容易 越來越會打越來越好 或者沒辦法享受到 那個樂趣 過不了這關 不懂得怎樣 打招出來 就已經打沉了你的意志 因為最入門的東西 其實已經有難度 像我那樣 亂打通 走來走去 和格鬥遊戲最困難是一打一 是 因為你輸了沒有隊友 不是說隊友沒有補你 哦 即是不可以在後面 對 輸了一定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個是很困難的 那你呢 你覺得你打比賽的遊戲 或者打不同的遊戲 你覺得其實訓練到 需要什麼技能 才能打得到 首先你要很認識遊戲 因為我們其實打格鬥遊戲 剛才講到很細節 就是每一招出招拳腳 都有某些速度 我們計算了一個frame數 是啊 即我打完你 其實是我先動 你要知道很多資訊 即每秒有多少格 你要知道你的反應有多快 你要知道所有資訊 information 那些 可能任何角色的打法都不同 最難其實是offline的比賽 哦 為什麼呢 因為環境不同 因為不是你 comfortable的環境 是的 那你去到會緊張 可能平時我自己一個在家裡 一間房間 沒有人在我旁邊 有時候有些選手 或者對手 或者那些fans會大喊 是的 會影響 有一次都被人影響了 是的 但因為他不習慣 這個就是主場之利 是的 歐洲選手和美國選手 會喊得 那些朋友會喊得特別大聲 哦 即是你真的在一個Arena 是的 有時候比賽很接近 可能那些朋友就在你旁邊 一米都不接近 即會影響了你的情緒 對 會影響 你可能一有少少差池 就在那裡已經少了些分 而且通常offline比賽 壓力更大 那你怎樣減壓 如果你說自己買一間房間 即是那些所謂挨迎人 自己不用見外面的人 自己一邊日打夜打 就可以了 那一出場的時候 嘩 然後發覺 是的 嘩 嘩 見過很多例子 家裡很厲害 是嗎 但去到比賽 可能發揮五六成左右 哦 其實比賽已經發揮 通常是發揮你的水準低一點 是的 那你就要多些出場經驗了 是的 所以要多些比賽 透過其他方法去幫你們克服 好像一般運動員 這個真的是比賽經驗 克服出場的時候 那種額外的壓力 或者周圍的環境 可能騷擾到你 集中注意力那方面 因為開始打 比賽一定會手震 手震 一定會 因為很專注那個時刻 其實你的手一直保持 控制器 手一直震 其實越來越 比賽越來越多 越來越會沒有這個情況 比賽了 可能到現在 可能四五年已經 一邊比賽 越來越會沒有這個情況 那會不會好像輸贏的時候 又會令到自己 可能特別緊張 都會 因為你輸了很多血的時候 你要追血 其實都是會緊張的來源 但都盡量會保持心態 不要那麼緊張 最重要是不要手震 如果你說 除了自己手震之外 那你那些 參賽的工具也很重要 我們叫Controller 我們的中文叫 搵食工具 控制器 對 控制器 這些都會影響到 你自己打出來的成績 如果看打比賽 其實多少時間 會需要在哪裏 因為比賽可能要到處去 現在少了 這幾年 今年其實飛四五次 飛四五次 算少 我們高峰是 那些是大賽 是嗎 官方比賽 有些是網上打的 有網上比賽 以及官方線下比賽 要飛到某個國家 跟著就打 但其實我們比賽 每次比賽有兩條命 如果輸了兩條命 才是真正出局 那這個可能真的要克服 比賽有時候會贏 有人會輸 那輸了你就要想 為何會輸 為何會輸 是否打這個角色 對策不好 那有時候體力也知道嗎 對 還有體力 技術之外還要有體力 因為比賽要等多個比賽 想問問 其實你們的名字也很特別 Human Bomb 為何你改名叫Human Bomb 炸些甚麼 我的故事可能不太有趣 不過是以前 我剛剛上網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是ICQ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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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